孩子们原本应该好动天真 但一些国家的小孩 因为爆发严重饥荒 每天只能躺在地上 用哭声倾诉饥饿的痛苦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数据显示 尼日利亚 索马里 野门和南苏丹 已经有很多小孩死于饥荒 但是2011年就有26万名索马里小孩活活饿死 孩子们也因为营养不良 感染麻疹 祸乱症和瘧疾而夭折的几率 比健康小孩高出九倍 而最令人痛心的是 这一切都是人性的自私造成 索马里的大喊天气 尼日利亚 野门和南苏丹无情的战火 导致粮食严重短缺 耻夺了孩子们长大的机会 渐渐地夺走他们短暂而悲哀的生命 调查数据显示 尼日利亚和野门的饥荒情况最严重 分别超过45万小孩严重营养不良 南苏丹则有27万人 索马里也有18万5千名小孩 因为饥荒而在死亡边缘徘徊 而这个总人数恐怕会在未来半年内 飙升到2000万人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呼吁全世界 尽快采取应对措施 拯救孩子的生命